民眾會有銀行的股份 不過確實一直都沒有收到 股東紀念品的通知單 打電話到分行詢問後才發現說 這個紀念品早就已經被人領走了 但是帶領的人呢 完全不認識 領取單上清楚印上 股東鄭先生的名字 不過銀行也證實 確實有人拿這張單子 領走紀念品 但看著帶領人的簽名 讓股東不禁想問 陳雅蕾你到底是哪位 投訴人指出 過去幾年都有收到紀念品領取通知 今年卻沒有收到 打電話詢問分行告知 6月1號就有人帶著通知單 領走紀念品 也建議報警處理 讓投訴人想不透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不過茂林的行為 恐怕已經涉及 詐欺不當得利和侵占罪 所以我們覺得問題可能會出現在 前半段為什麼 我們會沒有收到那個通知單 是不是來我們這裡這些 就已經被寫中了 為此百姓商贏回應 如果沒有通知單 才會需要核對領取人的身份 或是印章 這回股東的禮物被人領走 未來將會親自補送一份 而銀行強調沒有寄錯地址 也建議當事人更改收件的地方 那信到底怎麼會 瞬間移動到別人手中 如今還是羅生門 TV新聞黃金國佳麥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